疫情下,移民到本國的高技能人士有所下降,不過聯邦政府有信心,本國有人才填補相關工作職位空缺。 張桂葉報導。 聯邦移民部長菲莎在國會相關委員會會議裡表示,未來兩年聯邦高技能類別移民人數為55,900人,僅達政府之前預計的一半。 原因是,疫情期間,聯邦政府維持公簽或學簽的臨時居民開設了永居移民計劃,而暫停了技術工人類別的移民申請。 對此,菲莎說將會在短期內恢復聯邦技術工人的抽籤。 她同時表示,儘管有延遲,但移民申請人無需擔心本國作為移民首選的信心。 加拿大商會表示,完全支持政府提高移民水平的努力,但認為本國各行業都面臨著勞動力短缺,政府應該綜合各社區和行業的需要,繼續接收不同類型的移民。 此外,有律師建議聯邦政府在計劃接收更多移民的同時,都應該撥款增加資源,加強移民申請審核人手,並縮短輪候時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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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